大家好,爱吃瓜的瓜妹又又又和大家见面了 4月17日,有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顶级女子组合 Blackpink成员ROS和演员江洞源 克服了16岁的年龄差距 正在热恋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大量网友的关注 火速登上韩网热搜第一 据悉,因为早前ROS在社交平台 遭网友传出吸毒传闻的时尚界聚会照片中 捕捉到了江洞源的身影 所以引发了两人私下正在热恋的传闻 随后,怀揣着这种猜测的韩国网友 仔细对比两人过去的照片和行程 发现两人不仅有相同的的饰品 还曾穿着相同设计的外套作为情侣装 而且还有韩国网友爆料 曾目击ROS和江洞源出现在在同一地点 虽然事后有经过确认只是两人 一同参加了2022年在首尔COEX举行的艺术博览会 但这些照片仍被作为是恋爱的证据 南方公司回应,两人去过有交情的场合 但其余无法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如今年纪也不小了 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所以自己身为老板还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 看来这恋情十之八九是稳固的 但因为没有到结婚那一步 肯定还是有着很多变数的 为此也没有去确定 对此,4月17日ROS所属经纪公司YG娱乐 也火速对ROS和江洞源的恋爱传闻做出回应 因为是艺人的私人领域 所以很难确认 在此之前 YG对于G-Dragon与Jenny Jenny与防弹少年团的V金泰亨等人的恋爱传闻 也统统是以艺人私生活 无法确认为由 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应 不过 对于Blackpink成员Jason智秀 和足球选手孙星明的恋爱传闻 YG当时则是明确已 没有事实根据 是虚假新闻予以了否认 因此 在YG模棱两可的回应之下 不少网民将ROS和江洞源的恋爱传闻 当作事实 因此 相差16岁的两人的恋情也成为了话题 而粉丝们对YG不好好保护ROS的情况 也产生了愈发强烈的不满之情 而YG娱乐这种早就摆烂 没有否认旗下艺人恋爱的常规声明 一经曝光 立即在大量网友心中坐实了 ROS和江洞源正在恋爱的事实 纷纷留言表示 这在YG就是承认了 干脆不回应好了 甚至还有网友拿出GD等 YG娱乐旗下艺人遭传虚假恋情时 YG娱乐拿出的强硬态度做对比 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韩国网友表示 YG把传闻变成事实的行为太奇怪了 江洞源可能很早就认识了 在YG娱乐公司当了四年练习生 2016年以Blackpink出道 而江洞源正好是在2016年 与YG娱乐公司签订了专属合约 是不是感觉很奇妙 不过更有趣的是 去年12月 江洞源合约期满后 没有选择与YG签约 反而预告 将成立一人经济娱乐公司 而Blackpink成员与YG娱乐的合约 也即将期满 四位成员是否会继续与YG签约的各种猜测 也是满天飞 所以YG娱乐对ROS和江洞源恋爱传闻 的这番遭网友吐槽的声明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随后 当天下午 YG再次回应表示 ROS的恋情传闻不属实 虽然此前 关于ROS的恋爱传闻表达了 因为是一人的私生活 所以无法确认的立场 但由于无差别的推测持续出现 我设再次进行回应 今天报道的ROS的恋爱传闻并非事实 请大家帮助 防止与事实不符的内容扩散 谢谢 对于Blackpink ROS和演员江洞源的恋爱传闻 一直坚持私生活立场的YG 反其道而行之 开始明确否认恋爱传闻 外界猜测YG之所以对此反应敏感 由于Blackpink的合约即将到期 Blackpink是目前正在进行 动员约150万观众 K-pop女子组合最大规模的世界巡演 他们作为领唱 活跃在美国科切拉股 音乐艺术节上舞台上 备受瞩目 作为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大牌歌手 即将于8月续约的Blackpink 在韩国内外备受瞩目 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改变了一贯的回避立场 并开始主动回应在Blackpink的未来 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发生的敏感问题 说实话 此前ROS和江洞源所属的娱乐公司 全都以无法确认 艺人的私生活为由进行回应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相信粉丝也不希望 公司过度关于艺人的私生活 可惜就是有人故意挑刺 用公司的好意去恶意猜测和造谣 这才让YG有了如今的第二次回应 怎么说呢 这件事有人相信 也是挺离谱的 毕竟ROS不会是恋爱脑 完全就是有人在引导舆论 个人觉得ROS和江洞源的粉丝不该参与其中 甚至两人所属的娱乐公司都可以不回应 直接起诉造谣者比什么都有用 但这就是网络时代的悲哀 造谣的门槛太低了 代价也太小了 希望ROS和江洞源不要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 小编相信这两位优质艺人 个人觉得自己不会被打脸 确实艺人也是人 但是ROS肯定知道 如今这个阶段是绝对不能谈恋爱的 因为自己最火 最赚钱的就是如今这段时光 这是他的职业生涯巅峰期 科切拉现场12.5万观众 数亿人观看直播 这样的场面 放眼整个寒流乐坛 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所以ROS肯定看得清局面 也对得起自己的队友 粉丝和未来 瞧他日前在VMA舞台 一开口就震撼全场的演唱实力 就可以了解 ROS根本是Blackpink的顶梁柱 而他除了出色的歌唱技巧 超有魅力的外表和温柔个性 更是较粉丝津津乐道 而且越是了解ROS就会越喜欢他 现年26岁的ROS本名为Rosen Park 韩国名朴彩英 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 8岁时因为父亲的事业 是一名国际律师 全家爸爸妈妈姐姐移民到澳洲 据了解ROS的爷爷是大法官 律师爸爸则经营着一间律师事务所 ROS的妈妈则是个气质温婉的美女 据悉和ROS的五官长得超级像 而ROS在澳洲的时候 就读于墨尔本的Canterbury女子学院时 已经是学校的啦啦队队员 而且小时候 他就已经清楚自己热爱唱歌 因此在澳洲的时候 便已经加入教堂唱诗班 另外 因为出身律师世家 他在没参加韩国经济公司选拔前 他就读澳洲贵族学校的法律学习 身世背景 加上自身出色的才能 感觉ROS没加入Blackpink 就已经是个风云人物了 YG海选第一 ROS曾表示 自己从未想过成为一位明星 是因为YG在2012年 与澳洲悉尼举办选拔赛时 他的父亲因为女儿爱唱歌 于是开玩笑话 要他去参加YG的海选 结果没想到 当年才16岁的他 在总共700名的参赛者中 因独特的声线脱颖而出 获得第一名 并在短短两个月之内 决定辍学班到首尔 与YG签约成为练习生 在正式出道之前 他和其他三位成员 一起接受训练 再加上他是最晚一个参加训练的人 许多受训内容 都挤压在四年内完成 相当辛苦 这也让Rosser在受训期间 经常打电话 给父母哭诉训练的艰苦 但如今的他 真是一锦还乡了 想当初他离开澳洲 前往韩国发展时 周围的朋友们都无法理解 直问他 K-pop是什么 为什么要离开学校 现在他们都打电话祝贺他 让Rosser一想到这个经历 就觉得非常神奇 蚂蚁腰加大长腿 Rosser的眼睛或许不算大 但鹅蛋脸型和气质 有着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贵气名怨风范 是越看越耐看的类型 像个没有攻击性的美人 如今的Rosser 更易改往日的甜美风格 整个人都散发出性感 而且他的身高168厘米 但骨架却超小 难怪可以拥有19寸蚂蚁腰 以及笔直的大长腿 要知道 想同时兼具这两样 可是非常难得的 完全就是天生的爱豆 语言天才家画画高手 Blackpink里英文最好 发音最赞的非Rosser莫属 这当然跟他从小在国外长大 有很大的关系 但Rosser的日语也相当流利 而且妙的是 他的声音放在韩文中 竟有一种甜甜黏黏的味道 也相当好听 但除了多国语言技能之外 Rosser还有一个最大爱好 绘画 这个爱好从他出道前就开始了 不管是油画 插画 水彩画 Rosser每一种风格都可以画 绝对不是玩票性质 他还曾在采访中透露 从小就喜欢画画 梦想是当一名美术老师 只是没想到 最终竟成为一名艺人 此外 Rosser还擅长钢琴 吉他 以及插花 只能用多才多艺形容 只能说Rosser的性格 既温柔又浪漫 而且内心世界很丰富 也懂得享受生活 这从他对于一点点小事 就能够感到幸福和满足 就可以感受得到 即使对待事业相当认真 未经认真异的 感谢采访者